搜證畫面中一輛砂石車 開進基隆市田徑廠的工地 侵到大量土石泥砂 接著挖土機開始整理 看在市議員眼中 這樣的動作有問題 面對質疑 基隆市教育署澄清 現場廢土石 一部分是還沒運出田徑廠的 開挖土石 另一部分則是附近名傳國中 校舍改建開挖的土石 沒地方放 只好跟主管機關 市立體育廠申請暫時堆滯 我們回去了解 清查一下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如果是之前的廠商有違規 除了法律問題 市議員還質疑 廠商在工地放置廢土 沒做好防護 恐怕會造成土石流災害 或是阻塞排水系統 下午新任市長謝國良 也被請到現場會刊 十二月底新上任的市長 謝國良當場下令廢棄的土方 都得在短時間內清除 而到底放置廢土 有沒有經過正常程序申請 還得再繼續查 TVBS新聞劉欣輝基隆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